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洪志特级大师对阵江苏队新晋特级大师孙一阳的对局 这盘棋是由洪志特级大师执先 布局洪志特级大师采用了先人指路 黑芳是选择的足底炮 先人指路也是洪志特级大师喜欢的下法 印象当中关键时候他屡屡采用先人指路 而且他平时还挺喜欢走过攻炮 对 过攻炮他也挺喜欢 是 是的 他有乱战天王的美誉 对 是 实在他是走了炮二平五 先人指路转中炮 黑芳选择的是三项 黑芳向三金五 这个时候洪志特级大师是选择了向七敬酒 对 这个棋子也是最近几年出来的一个新变化 对 其实在前几节的节目里 可能有其有可能也知道 我们也讲过这个洪方向七敬酒的变化 还讲过一盘你直后手跟洪志特大的一盘棋 对 还有你跟王天一大师也下过这个棋 就是向七敬酒 因为植黑芳呢 对 我也是比较喜欢用足底炮三项 一个先人指路的 而最近向七敬酒比较流行 他们都喜欢跟我这么下 对 所以我也下了好几盘 是吧 我们可以一会儿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感受 可以的 向七敬酒 向七敬酒 这盘也是向七敬酒 黑芳是走的一个马八敬七 马八敬 红方是马二敬三 这样的动子 马二敬三 黑芳是居九平八 居九平八 这个时候实战的时候 红方是选择了这个居一平二量居 对 当时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看这个红特大 他直红的时候跟你下过一盘 啪啪瓶六 是 包括王天一特技大师 红志特技大师 都选择了啪啪瓶六 对 是他们都跟我选择了啪啪瓶六 尤其是红老师那盘 你们俩今天终局对杀了 比较激烈 最终也是你奇快一招 所以给我们讲一下啪瓶六 当时是 啪啪瓶六的话 我当时是走了啪啪瓶九 可以量居 我就可以量居了 既然你居一平二没出来 我就把居量了 是 当时他是走了马八敬七 那八敬七 当时我好像走了七敬一 他居九平八 他居九平八 居九平八 我是马二敬一 马二敬一 他马七敬六 准备踩我中兵 我居四敬五 等于这也是一个 另一路这个 常见的走法 就是这个局面下 他是想要先 快速出动自己的左翼 然后自己的右拘 以后借机居一敬一 或者居一平二这种 再出来 或者四四敬五 向三敬一 出类局 也有这种可能 所以说 那我们来看实战 这个可能现在这个 洪老师他又是 有一个新的一个想法了 对 他就是又改进了 他不再走这个 八敬六的 他改进了 他是走了拘一平二 对 出拘了 出拘之后呢 孙玉阳是选用了 是炮八敬四 炮八敬四 风拘 风拘这个时候 这时候洪方是选择了 马八敬六 马八敬六 他是也不走这个 炮八敬六 马八敬七 这么一个思路 也是转换了一个 走一个拐脚马 现在肯定不能再 炮八敬六 马八敬七 因为鞠被风拘 是 比较慢 这个时候也不能走 冰三敬一 这是一个什么 冰三敬一的话 黑方可能就走 炮八敬一了 他这么打过来 那我要先把你 这个鞠吃掉 你要去吃了鞠 那他可能 炮一进三 这么打 咱 你是不是对着 对 我俱二进八 我准备捉你死炮了 对 他可以马二进四 马二进四 咱捉死炮 他也鞠一瓶二出来 七瓶二对捉炮 对 对捉炮 这样的话 红方先手一点都没有了 等于说黑方 这个自己的鞠出来 也很快 对 对 而且红方也捉不了 这个狮子 是 所以我们来看 所以这个 骑这个布局阶段 还挺细微 这个先冰三敬一 还挺 还不能这个随手走起 是 先冰三敬一的话 对 他如果炮吃掉 如果他落相了 那肯定更慢了 那杀一个回头鞠 对呀 杀一个回头鞠 那不行 那他不肯 那实战肯定走马八进六 实战走了马八进六 马八进六这个时候 孙杨特丁大师 他也走了马八进四 双方是对走拐脚马 对走拐脚马 这也挺有意思 像洪老师 他也是这几年 征战这个象甲 代表内蒙古队 对 也是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对 内蒙古一泰队 也是连续两年 连赛的第二名 所以今年他们也是想要 冲击冠军的道路上走 对 江苏队 我觉得有一个特点 可能 其友们可能看江苏队 觉得江苏队往年的 联赛的战绩 不是特别理想 但是江苏队呢 在近年的这个团体赛上 锦标赛上获得过冠军 同时他们可能更 针对于培养年轻棋手 所以江苏队向徐天空老师 让这个徐超特议大师带领 还有王斌退大师 带领下呢 有这个孙阳大师 还有成明大师 以及这次代表北京棋手王浩 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 90后的棋手 所以说江苏队也是重点 培养年轻棋手 所以这次联赛呢 虽然说发挥不是特别理想 但是说他们在大赛经验上 也会更加丰富 所以这个孙阳呢 这盘棋也是面对洪天王 所以说也是比较谨慎 他走了马尔军四 那么这个时候 黄帽是选择 对 他走了居九平八 黄帽选择居九平八 蒋大师这期 黄帽如果再冰三军一 那是不是还是黑帽 再冰三军一 他这时候还是可以走 八平一 等于说还是要杀个回头鞠 对 还是要杀个回头鞠 他不是特别愿意 是 他走了一个 居九平八量鞠 但黑帽肯定就顺势 足球军一了 对 就是说我现在也不让你 居三军一冲去 是 这个时候我顺便说一下 他不能走马三退一也不行 这时候马三退一 他可以泡打僵了 对 他打僵 那你只能反打一僵 反打一僵 反打一僵 他马跳上来 那这是个交换 这样交换掉的话 我来摆一下 是 这样交换掉 这样交换掉 黑方再拘一平安出来 认为就是红方的大指 也很管慢 对 所以黑方肯定是划算的 这个期 对 那等于说红方 马三退一想打破 这个封锁的计划是 暂时是没法去实现的 对 是的 所以我们这个还要看一下 他这时候马三退一是过早了 是 所以他实战是走了一个G9平8 走了G9平8 那黑方 黑方足七进一 足七进一 足七进一的时候 红方是选择了炮八平七 炮八平七 准备亮拘了 拘亮开 那黑方 其实他炮八平七很简单 他就想G8平8捉你马一会 对 G8平8捉马 实在黑方是选择了G1平2 对G 应对一个窝居 反正不愿意被他G8平8 抓到马这不起 这好像也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 对 因为一般我们来讲 就是不要去对窝居 对 但是这个局面下 他总有G8平8捉马 以后炮一局是打僵的起 对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 黑方人选择就是说 G1平2 对G 对G 把G杀掉 对 吃掉 马斯特尔回来 这时候他可以马三退一了 对 就是像刚才蒋大师说的 这个有一个马三退一的一个桥手 对 那这时候再打僵就不一样了 这样打僵我就可以打僵了 现在我反僵了 这个马西金5登不了 但是你一不是的话 他把G吃掉 这个中炮就丢了 对 是的 所以说就没有 这个炮八平五将军的一个旗 对 所以这个旗还是布局阶段 双方还是下的 就是 非常精细的 对 精细的走法 那马三退一 那黑方只能炮 八退一或者炮八退二 对 进二不行 进二的话 他正好可以马六进四 正好一个跳马灯 对吧 他这时候走了是炮 接半截他是选择了炮八退二 炮八退二 这样的话 红方顺势 G二进四 抬拘 黑方也赶紧去八进一 去八进一 抬一个吧 抬拘 这样的话 红方马六进四 马六进四准备穿攻马 还是兵三进一 马四进三 跳上来 这样的输入 对就是要跳一个相间马 威力很大 对 是 就是尤其这个棋 红方开局这个边向 它这个构思 也是基本上实现了 对 让自己的这个马 有个好的位置 那黑方是怎么进行 一个防守反击呢 他实战是 实战是选择了G八平六 对 G八平六 印象当中 陆伟涛他们还下过 G八平四的下法 对 河北大师 比较就是能抗衡的局面 对 那就是说这个G走在哪个位置 还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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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精心地去考虑 是的 尤其 但是我感觉他这盘 G八平六挺直观的 这个做法 因为我就想了以后 马上又要G六进五了 对 以后要进居兵线 就是说G六进五 是 来控制这个河北马 是 实战呢 这个红方是选择了 四六进五 对 不是说是 四六进五 当时我还在想 既然我不都 马都跳到这个好位置了吗 我这个棋 能不能走冰三进一 对啊 能不能就是赶紧把冰对开 冰三进一的话 黑方可能直接拱 这时候走G六进四 没有效果 进居的话 他可以跳马 对跳马 你白走的 那不行 他只能如果拱掉的话 拱掉当然继续贯彻 你刚才说的思路的话 对啊 我们马跳得好位置 他可以炮八平七 把马给顶住 对 是吧 是 这个马就是说 位置是挺好 但是黑方防守的还挺 对 黑方正好在这个特定的局面下 有一个炮能把你顶住 对 所以说 红方的进攻前景也不大 是 所以暂时这个打开这个局面 还不是为时过早 对 为时过早 所以他走了一个 四六进五 对 黑方也是继续贯彻自己的思路 他贯彻自己的思路 顶住这个视角的马 这样的话 红特达是选择的比较直接 他就是炮七进四 就打兵了 对 他直接就把这个兵吃了 先吃一个兵 可能想着不吃兵 下一步黑方可以足三进一把兵对 对啊 不吃兵的话 黑方足三 让黑方如果走到足三进一这个位置 黑方就一点不差了 这个局面就 等于黑方的这个阵型还是比较稳固 对 那现在黑方少了一个兵 对 而且同时可能这个边兵还要小心他 以后炮七平一再吃个兵 对 是 所以这个局面 黑方又是进行了 终局这个复杂的局面下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抉择的一个地方了 对 是 这时候呢 黑方应该是选择了居六平七吧 当时我看孙特达走了一个居六平七吃足 就是这个棋 在这里 我就想这个 到底居六平七还是居六平五 就是两个足到底吃哪个足 好像也挺难就是去判断 可能居六平五更好一些吧 对 居六平五的话 其实也不怕他对这个 是吧 那他如果对 对吃掉 咱是不是可以有个居五退一 可以拉住这个 拉住他的气 是吧 这种 所以红方也 就是这个马也没有好的一个点 但是 但是他实战这个 这个两个兵好像都能吃 但是他居六平七 他吃了这个兵 他可能想着以后我还能居六 居七平九 居七平九 是 当你这个以后泡居平一的时候 我居七平九 他这个想法也是挺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这个 蒋大师好像我们看这个 实战的过程 到最后的结果来看这个居六平七 这么一步 就是棋可能是有一些隐患 是 到后来 就是说 可能像棋游五 我觉得这棋真的是太深奥了 我有时候有时候看男子的游棋 就是看不太理解 往往就是说 一个小的一个变化 错误了一个 以后面 后面就很难就去挽回了 对 所以说这个棋面下 黑方是走了一个 居六平七吃足 这跟居六平五有什么区别呢 稍事休息 我们马上回来 为您带来精彩的 中 好 亲朋友们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看 这盘棋是由 红志特异大师 直红对阵 孙颖阳特异大师的对局 那么在终局片段 进入终局复杂阶段 黑方选择居六平七吃兵 红方是有什么手段 大家来看一下 对 居六平七 确实如唐特大刚才所说的 居六平七吃兵之后 他不经意间就露出了一些弱点 对 那我们看红志特异大师怎么进攻 实际上他好像选择了炮七平六 对 是吧 炮七平六准备就炮六进一了 对 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进攻手段 是的 针对黑方这个八路炮 针对黑方的八路炮 当时他是十四进五补一手 他选择了十四进五 十四进五 这个时候你补了四 补四之后防住了炮六进一 但是他同时又多了个兵七进一 过兵的手段了 这又是一部抄手 对 你看这时候你不能打 是吧 对 我们来看一下 吃掉 我就马四进五跳上来了 对 有一个灯霜的旗 对 灯霜的旗 过的话我就踩着炮了 是吧 而且这个时候 随时捉马 这个马还很危险 对 捉马对 更严厉 捉马的话更加严厉 对 这个都有这个旗 所以说这个看来 你一部肌肉平气吃兵 就很微妙 对 就是因为你吃了兵以后 让红邦有个马四进五 这个马反而活了 对 吃中兵的话 红邦马四进五就不是先手 对 这有这么一个区别 但是黑方也挺顽强 我们来看看黑方后面的防守 是 他继续 这样的话红邦顺利渡过了一个过河兵 是吧 他跑三平一 他平居 平居 捉马 马二进四 必须走的 实在这步棋 这步棋红邦是选择了 对 他这时候没有着急捉 他是先马一进三 对 他先控制了一下 他现在多了一个马三进四 是的 多了马三进四 他想还是吊住你这个八路炮 所以他走个居五平七 先压住马 然后他居二平八 然后马二进四 对 在这个时候 其实黑方肯定是要登红邦的兵了 对 但是红邦这个棋 其实居炮兵在这一 对黑方的压力很大 对 他其实在这个时候 完全可以直接下兵器进一 等于说 蒋大师按你的意思是说 红邦可以用居炮兵来组合 就是我不用 就来有一些组合的很多手段 是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正好马四进三跳上来 马四进三跳上来 我这个时候可以走居八进二 居八进二 先抓一下你了 那我还得马三进四跳 马三进四 这样我应该可以走马四进五吧 应该可以走马四进五了 有一个弃子的手段 弃子的手段 那我敢不敢去居炮兵一吃呢 你居炮兵一我可以底线送一浆 底线打浆 底线浆 你要落四我可以走冰七平六 那我这还得补一手啊 对 十六进五补一手 补一手这手红邦就有好期了 它可以走炮六进三 对吧 这还可以弃子 等于说就是按照刚才你说的 这个击炮兵这组合 沙空门 是的 就击炮兵沙空门 炮六进三 对 你要是落的话 这个下冰很厉害 是的 而且前面同时这个也一直这个马五军四这个卧槽的起 对 所以这个起 处处都是进攻点 黑方这个马四进攻走完以后它很危险 是的 他要是平均过来跟你对军呢 求稳 那正好聚八平九 聚八平九 那不行 那等于说红邦的这个兵靠得太近了 是 这个威力太大 对 那我们带着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红邦可能当时又没有选择 实战也比较严厉 看上去也是比较严厉 红邦走得也是比较直接 炮五平六 就是想要吃个试 把自己的兵给弃掉 对 那还只能马四进三 马四进三 红邦是聚八进五将 然后落实 最适 红邦聚八平六 吃掉 是 吃进将 这个时候呢 大家看啊 因为红邦在前方只有聚炮 对 他必须有后续子力跟上 他才能进攻 所以红邦特级大师直接就弃子了 马四进五 马四进五 那黑方也必须得索性就吃马 只能吃马 这个马肯定是吃 这个应该都是在红邦特级大师 炮五平六之后的计划之内 对 双方都是在计划 红邦马五进四 黑方降五平六 黑方炮六平四 逼你表态 那只能跳马解为 跳马 这个时候红邦是先 得回一个物质力量 对吧 马六推四 马四推二 吃炮 黑方也只能 走降六平五 对 降六平五进来 红邦呢 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马 暂时也跳不了江 对 又有马看着 炮看着 所以呢 他暂时就是没有进攻 他只能炮六平一 打兵 打兵继续攻击黑马 现在这个 其实形成了 这个红邦多个市 但是黑方好像也 多个兵啊 黑方这位置也是 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还可以有连环马 这样的位置 对 像这样的一个 对攻的一个局面 当时黑方实战走的是 马三斤四 实战走马三斤四 这步棋应该说是 黑方出现了失误 那就是本局 就是对杀阶段 很关键的一步失误了 对 关键的一步失误 从实战来看 就是这步是个失误 他这步棋 其实应该走 居七平八 其实也难免 就是这种对杀局面下 太混乱了 对 尤其是价位不合 肯定是希望跳个连环马 更安全一些 是 那居七平八有什么好处 那他交换掉 是不是 他这个跟实战 我们会发现 他过后走居七平八 就走不上了 对 因为现在走居七平八 不让红方的马 投入战斗 如果红方再走居六平四 他一个是可以交换 一个甚至可以马六进四 这么跳进来 对 他的马也将不了 对吧 你到时候马还得马二瑞三回来 如果回来的话 肯定是进攻速度缓了许多 对 那黑帮还是有一些 顽强的防守的机会的 对 那么实战 他并没有走居七平八 而是走了马三进四 对 马三进四跳上来 这样的话 我们刚才说了乱战天王 红天王 就不给他这样的机会了 他就居六平四了 对 直接吃室 他还继续 这时候黑帮是看到走居七平八了 对 你这个想把你这个二路马困死吗 而且你这马正好也逃不了了 是 但这个是红之特级大事就特别明积 他因为刚才因为有个居四退一的起了 是吧 将 那我只能 对 他可以居四平二 这样居过来了 保住 还有抗一进三绝杀呢 对 保住马同时有一个抛一进三是一个杀棋 对 所以这棋走得真的是挺精巧的 对 是 那黑帮还得防范一下 他得落个像 落个像 这部棋 红之特级走得比较老练了 他认为这个棋已经控制住局势了 反正不让黑帮反扑的机会 他是走了向九进七 那这部棋还值得我们去学习一下 走一个向九进七 就是防止了一马四坚二的卧槽马 是非常的老练这部棋下的 而且黑帮这个棋该怎么防守 我当时还在想 说黑帮这个局面 是 有没有这个马六进七的棋 马六进七它可以打将 鞠将 哦对 还抽着鞠呢 它可以抽鞠嘛 是吧 我们来摆一下这个棋 鞠一将 如果你上将马二进三将 我马二进三 鞠臭了 把我鞠吃了 我把你鞠着好吃回去 对对 鞠臭了 对 对那不行 那我们这个变化又失败了 是 所以这个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变化的话 过一会儿 眼看着红方兵一进一 再兵一进一 把马保住 肯定就是 红方就是要胜事了 是吧 对 因为红方少两个 多两个事 但是这个棋如果红方 如果该红方走 比如说 红方这时候将 黑方飞向 对 红方将 黑方上将 红方再马二进三将 黑方正好可以打掉 这个刨一军棋打过来 有一个闷弓 有一个闷弓 你这样吃不了我的鞠 是 对 但是红方这个阶段 目前来说是吃不了鞠 但是黑方正好是 走动不了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说黑方这时候 刨一军四打出去 打不了 打出去 这鞠就丢了 是 那我刨一军四打不出去 我这个马也不能乱动 我该怎么办 那我要是相亲近五 先飞一步 那他按蒋老师说的 对 兵一进一什么的 对 就兵一进一了 是 那你这个再跳马 我就会再过兵了 是 只要我不丢子 然后我局面就很优势 是 那这个棋 那当时可能也是在 临场就时间又紧张的情况下 我看这个 孙杨特达 他这个也是忙中出错 对 他这个棋 也走了一个马六退棋 他是想我这么吃你 是 这个时候如果在 如他的计划 他可能是想 同方炮一进三 飞向 飞向 或者是进江 他可能走马七退六 他可能是 对 他上将也可以的 对 因为这时候你马二进三江 他正好炮一瓶 是 是的 正好是偷吃你居 你居吧 又是闷弓又是偷吃居 他就据希望于这样子 据希望于这样子 对 但是这时候 就是黑方也是走了一个 很精彩的一个 红方 对 红方走了一个很精彩的 入局手段 对 入局手段 我觉得这里我们要停顿一下 然后骑友们 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看看有什么 妙手进攻 来看一看这个时候 这个红方这个马 面丢的情况下 是怎么有个攻杀的起 其实孙颖阳特大 他也是一个年轻的 江苏的年轻的新后起之秀 对 今年的这个亚洲锦标 团体锦标赛上 也是为我们中国队 获得了亚洲团体锦标赛的冠军 他自己也容声特大 对 所以但是这个局面下 当时他也很顽强的手 但是很可惜 还是红老师下得很果断 是 来看看这个棋 当时退马 守得非常妙 马二进三 对 起居了 起居 那你只能把鞠吃掉 把鞠吃了 吃回来 炮一进三 马上连续的进攻手段 那只能飞向 飞向 他这时候走炮四进七 继续一将 电鞠那就 那你就丢子了 只能落相 落相 这个时候他有炮四退一 眼看着有像无处飞 是吧 有像无处飞 对 他这样将 对 这样的将他就必丢鞠了 是吧 对 那我们前面还得给大家讲讲这个棋 就是 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变化 就是说这样子 就是这样的一个棋 我能不能就是平炮给你拦住 我刚才突然又想到说 又想到有这个 这个可能也是 他也有兵异进一这样的棋 眼看着我也可以兵异进一 等于说黑帮现在主要是黑帮没有公式 是 黑帮没有公式了 而且是个 对 我平炮拦住你是不是还有拘二进一的棋 拘二进一有这个 是我这个还吃相 对 对 那还挺麻烦的 这样可能更好 对 我其实在这个局面 我当时也真的被黑帮考虑很老半天 我说这个怎么办 然后还有想到这过冰我不理你 但不理你还是按照说的 他也拱个冰 拱冰 甚至也可以抛一进三将 打将马尔金斯举丑掉 对 这个冰还不能乱动 所以他这个棋特别巧 一个棋都动不了 对 这个局面还挺巧的 这个马如果不在这里 我还可以抛一平六以后 抛六块二手 对 但是现在又没这机会 是 所以当时我就在这个局面 我也真的是为他苦思冥想想了半天 是 可能在我的感觉里 这个蒋大师 我觉得这个棋黑帮可能比较顽强 就索性我就飞个下 飞一下了 因为你被一进一拱吧 那至少你这个底线还暂时没有棋 万一以后我这个 抛一进四打出去 G8推一 我攻击你的左翼空门 有没有这种的设计想法 当然这个肯定也是 肯定是局面已经很困难的情况下 那么实战它这个回马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后面 对 就在刚才棋 我们应该也能看清楚 这个G就丢了 再来欣赏一下 对 这个确实是很享受啊 像其能下手 是这样的特定局面出来 对 有一个正好有个先气后取 对 一僵 然后又一僵 再僵 你不能电鞠 电鞠我就马三斤二 尽多一大子 是吧 对 肯定不能电鞠 它只能 这时候只能落相 退相 然后它抛四退 一关键是别相眼 对 正好你这个鞠也困住相眼 对 对 有相无处非 对 只能退 是 那它这简单了 它就吃掉了 然后它 黑方也是最后也无奈 无奈 如果上老将 它是 它实战走了一个炮速退一 然后这个其实最终呢 也是虎方获胜 当时也是 黑方也是没办法 但是这个局面 我觉得当时我还说 黑方 如果我们业余气有下的话 能不能顽强再走一走啊 由于为黑方一看虎方这个马的位置也不好啊 有没有一些 或者说我马奔卧槽 或者是有没有一些 它是不是可以走向七进五飞向 向七进五飞向 就是 让你换 我们来看看这个棋 对 如果换掉 那它肯定就换掉了 换掉 那不好 那虎方还有一个一路鞭兵吗 对啊 主要虎方还有一路鞭兵 这个棋虎方如果没有鞭兵的话 黑方可能还可以防守一下 对吧 当时我记得这个棋 当时还摆了这个残局 说这个残局 这个炮在这里 说这个残局说 这个马有没有给它困死的机会 当时还说炮一推二 但是它马能回来嘛 该黑方走肯定能有这种 很困死 对 偷杀的机会 但是没有 但是像那个蒋大师你说 这个局面主要 虎方呢 多失效 而且还有个鞭兵 对 这个棋肯定最后也是很无奈 只能认输了 对 但是这个棋我觉得 你能不能再给我们棋友们 多讲讲这个残局之事呢 就比如说我们给大家摆一摆 就是这个局面下 对 如果 当然这个有兵棋肯定是红方营了 如果没有兵的话 如果没有这个两兵 因为我记得以前你下过好几盘 那种精彩的棋 对我下过这样的对局 而且黑方也没有兵 是这样的一个残局 黑方没有兵可能就危险了 就这样的一个棋吧 对对对 我下过好像马双相都下过吧 马双相我记得你下过 对对对 马双相也下过 对 我印象中记得这个蒋大师 你是下过这个 很多很经典的这个残局 比如说你是马炮方 或者是你是马方 剩俩相 就是这个棋的胜率是什么情况 这个基本上是必胜了 虎方必胜 虎方是必胜了 这个棋黑方必须有两个过核 两个过核兵是核棋 一个肯定是守不住 一个是守不住 对过核肯定要丢 那如果这个马是个炮呢 是个炮 也是应该说是必胜的棋 就是说还是防守能力要差一些 对 但是印象当中是有竹双相 好像是这样下过核棋 但是如果红方下的精细的话 肯定是要最后都要丢光的 对因为我看过这盘棋 我就想到了这个残局 因为有些很多精妙的残局 我印象中记得还有这个双马 如果是红方是双马 对黑方炮好像是一盘核棋 那就是核棋了 这个棋好像有巧胜 但是这个棋并不是力胜的一个棋 所以我觉得这个残局也挺有意思的 然后给大家分享给各位棋友们 对 那么就是如果这个剩马的话 如果剩马 这个黑方就有危险了 还是有危险 黑方就有危险 看来这个炮要比马要更灵活一些 对啊 这个在防守上 在这个局面下炮更灵活一些 所以对 这个残疾知识我觉得也要掌握 尤其是多子的情况下 你要是敢不敢去简化 对 敢不敢去对子 所以说这盘棋还是挺精彩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也是 对 也是谢谢各位棋友们 那个收看支持我们 好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棋局就讲解到这里 也祝贺洪志特级大师获得了胜利 对 也希望孙杨特级大师 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能再结再厉 是 好 谢谢大家 好 朋友们再见 棋友们再见